在武汉这座码头文化沉淀的城市里 烧烫烙的南疆们投资着腰子 只为了谁赢几粮 在活着和生活之间不断拉扯 一行不行 让养腰成为了南疆的补给站 烧烤的必须品 只是在养群之中 多看了你 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 人忙一生跨着一灯 夜落一烧 灰一羊苦苦一场 羊火一时跨着我舍的灯 烧彩耍油 老板多放在哪子 哥爸妈靠得不好齐 老子可不把钱 本来我不想滴滴打的 就像这一只幸运的小羊 跟着这首叫手吵的歌 幽幽而咳 最后一层 我们杀伤一把孜然 一把辣椒棉 让城市间的烦恼 一切都随风而咳 而一个不动靠群羊的班子 发了一条非常激进的消息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靠群羊就是骨头带皮 靠靠着猫起了莫斯柔 还不如万哥那些冰鲜的冰农的羊肉 自己靠过来骑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这叫点不是我开的 这叫靠群羊 在涵养地铁眼前 具体大力我也不说 万哥都不能将这些商业信息 我也没收钱 我只想为靠群羊说了那句话 如果你不认同 就当我是房皮 靠群羊非常简单 活的羊仔子 当在地里面傻 当在地里面烤 然后走着那样骑 收肥的费用 基本上就是羊的甲骨 靠的人工 鸡坛 摩坛 佐疗 火锅 人工 昌敌 骑的就是个新鲜 佐 就是靠群羊 因为冰鲜的羊肉 它一超好算 它可能年纪比你还大 相似肉啊 还有我喜欢起的一些模式 直足啊 等等的 一分价格 一分活 力气到的肉 老出来的人均 九十块的人均 一波一的人均 一波五的人均 两波人均 三波五波 就是不一样的 一分钱 一分活 只是大家总是喜欢 麻痹自己 告诉自己 我起的东西 蛮好 我五美加连 五美 一定 加不连 加连 顶盘 五不美 某个那种好的事 有便宜 味道有好 服务有好 品质有好 你还能起宝 终于一头 一头不二头 怎么的生意 这么难走 就要专业的 班子跟专业的班子合作 才能把楼走宽 才能把实走好 我们帮局 靠犬羊的这些师傅们 多买靠犬羊 他们的楼走宽的 十颗多了 他就要来赚钱 他赚钱 我们就可以让他的价格 优惠一点 就是什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 让俩们 骑得更好 花更少的钱 多得更多的实惠 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希望俩们 如果喜欢 骑靠犬羊 如果 觉得我们节目做得不错 多多的跟我们点赞 投逼 官局 评论 让我们生活过得更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